要不要改变过去的招生方针 因为过去我们曾经有一段 招生是采取自愿报名 群众推荐 领导批准 学校复查方式就行了 有的代表就提出来了 说这十六个字的方针 其中群众推荐 纯属于一种形式 而领导批准成为走后眉的一个依据 带来种种的弊端 还有一位代表提出来 建议改成另外十六个字 哪十六个字呢 就是资源报考 统一考试 领导批准 则又录取 听完这十六个字以后 邓小平又插话 他说你这十六个字比较好 但是有一句有问题 哪一句呢 就是这个领导批准 如果说他考得比较好 领导不同意 怎么办啊 如果领导脾气坏一些 他不让你去 那你怎么办啊 邓小平说 我取你的四分之三 不要这一句 所以这个会议的气氛 是非常热烈 邓小平呢 给大家进行了深用的交谈 这是明确了 就是说过去那十六个字的 招生方针要变 好 感谢观看